哈喽大家好,我是总舵主 还有10天马上就要过年了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过年过节必备的小零食 这样做出来的麻团各个空心,口感外酥侣诺 接下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些材料 这里有糯米粉250克 还有少量的粘米粉50克 不要钱的清水180克 白糖100克 材料非常的简单,只需要这四样就足够了 然后把白糖倒进清水里面 给它搅拌均匀,搅拌至融化 接下来准备一个干净的大盆 然后把糯米粉给它倒进来 还有粘米粉同样给它倒进来 把白糖搅至融化之后 分多次的加入糯米粉里面 清水要慢慢的倒入 边倒边搅拌 先给它搅拌成面絮状 然后再下手油搓 将它充分的油搓均匀 下手油搓至没有干粉的面团就可以了 可以抹一下边上 这样干净整洁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将它分出来三个小面团 大概是40克左右一个吧 然后随便搓就可以了 把它搓圆按扁 然后给它拿去煮熟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生熟皮 生熟面 就是先煮三个 将它煮熟 然后再一起给它油搓进去就可以了 将这三个小面团放到开水里面煮熟 给它煮大概5分钟左右 将它煮至浮起来 这个面团煮熟就可以了 要将它捞起来 捞起来后 给它稍微的放一会 温度稍微降一下 然后将煮熟的小面团 倒进原来的面团里面 然后再次的给它油搓均匀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熟面团的做法 这样做的话 炸起来比较容易 比较简单一点 生熟面炸起来的效果会非常好 而且它的成功率会非常的高 如果在油面团的时候 比较粘手 可以适当的再加少许的糯米粉 然后将生熟面团 给它充分的油搓均匀 中途是可以加适量的糯米粉的 然后给它稍微的油搓圆 用个盖子给它盖起来 给它松弛醒发15分钟 将面团醒发过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 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 给它搓成均匀的长条 然后将它分成 大概30克左右的小剂子就可以了 具体的大小 其实也可以根据自己定 面团比较大的话 那炸起来也比较大一点 这个没关系的 我现在做的是 大概30克左右一个 然后将它搓成小圆球 全部给它搓成小圆球后 接下来准备一碗清水 还有一碗生的白芝麻 小面团先给它沾上清水 然后再沾上白芝麻 然后再用手把它搓一下 把白芝麻搓结实了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作菜 如果这个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那就帮小老弟点个赞呗 真心的感谢您了 感谢您 给它们全部的沾上白芝麻搓好 然后给它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开始炸制 起锅烧宽油 油稍微的多一点点 油温大概在150度左右 筷子冒泡就可以了 然后把我们做好的面团生坯 给它倒进来 刚下锅的时候 它是沉底的 然后用筷子轻轻的拨动一下 防止糊底 随着炸制时间的推移 它会慢慢的浮起来 现在可以看得到 它现在是半悬浮的状态 逐渐的已经开始冒起来了 等到它浮起来后 我们用个漏勺 不停的给它搓 一边转就可以了 不停的给它旋转 让它受热均匀 然后它就会慢慢的变大 慢慢的变成空心了 等到它定型了之后 稍微的开大一点点火 给它抢射 上射就可以了 将它炸至色泽金黄 外皮酥脆 然后就将它捞起来 一定要切记 在出锅前 我们不要去关火 一定要保持温度 不然油温下降了 它会吸油 捞出来 给它控干油分 可以看得到 现在是非常酥脆了 好了 这一份外酥吕诺的 空心小麻球 就已经做好了 喜欢的 可以双击收藏起来 下次试做一下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总大主 今天实在是太忙了 今天就不做菜了 现在要准备贴对联了 我叫正方的 我不能做 我不能做 你们买了吗 你们买了 你买了 你买了 正方的 又开始下雨了 今天一大早起来特别冷 最讨厌这种湿呆呆的天气 昨天还超大的太阳 今天就突然的下雨 真的是纳闷死了 老鱼烧烧 现在我哥正在把去年的醉联撕掉 今天要烧烧 出来了 甜发 捏了 裆盖 放在下 中文字幕提供 這是這個嗎 年年复兴到 上年年年复兴到 下年岁岁好运来 这个是我们家的荣耀党员家庭 还有光荣之家